最近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 据说又要修改法律了 这个全国人大现在征求呢 禁止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9月1号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 在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了 新增的第34条中 明确规定了穿着有损中华民国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 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论的 将被处以罚款和拘留 公示将在9月30日结束 这条法规将赋予警察更宽泛的执法权 这个就叫口带罪吧 口带罪啊 那么谁来界定呢 是吧 这个有个主语吗 谁来界定这些行为 对吧 那么中山庄啊 是孙中山发明的据说 那西庄呢 对吧 现在你们不是在这个连篇累读的在这官方媒体上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有时候还骂美国吗 骂西方吗 骂日本吗 对吧 那西庄 那和服 是吧 这都不行 是吧 当然纳粹的符号肯定是不行 在很多国家纳粹的符号都不行 那你西装看来也不行了 那你们就别穿西装了 是吧 那你们为什么还拿着西方人发明的手机 开着西方人发明的汽车呢 是吧 这个又让我想起来破四旧了 这是个口带罪啊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初期 是吧 这个你穿个西装 红卫兵给你打一顿 把你的西服给你扯烂 女的穿个高跟鞋 穿个旗袍 探个发 这不行 给你剃成阴阳头 给你的衣服 给你拿剪子 这在大街上红卫兵给你剪烂了 对吧 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口带罪啊 是真的 这就是个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还禁止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中华民族也有我一份啊 我也是这十四亿分之一啊 对吧 我不认为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啊 你凭什么说你伤害了 谁来界定 对吧 谁来把这个标准 对吧 你说伤害了 我没伤害啊 对吧 所以这个口带罪 真的 哎呀 整人 就是为了整人啊 前两天那什么反间谍法 啊 什么行走的五十万 让你来这个举报 现在人人自危 就是想回到文革呀 你说你们这帮孙子 你们什么目的啊 现在经济让你们搞坏了 政治上你们是开倒车 大踏步的倒退 你们想干嘛 对吧 你们想把中国人都毁了吗 把中国人让中国人都是吧 生不如死 你们就高了性了 你们就是吧 如愿以偿了 你们就趁了你们的心 如了你们的愿 是吧 你们就不让中国人过一天好日子 对吧 你们就是一群魔鬼 你们就是一群恶魔 你们就是一群畜生 你们就是一群畜生